对于现代人来说 上世纪末与千禧年的港台影视剧 一直是无法撼动的一种情怀 那么近期各大音乐平台 也开始了一波怀旧潮 从港乐到偶像剧 分别都推出了专题 歌单 推荐等等 那在后疫情时代 对于大众而言 这也不失为一次特别的心灵慰藉 都是在怀旧流媒体平台 那么他们各自做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近期QQ音乐就推出了 如果你也有港乐情怀这个话题 上线经典音乐专区 在专区里用户推荐自己怀念的 香港台剧经典歌曲 QQ音乐也是针对了经典音乐 又分别分成假日经典 年代之声还有重温旧梦 等等几大板块 将过往经典乐曲 分别编成相关的歌单 并且上线多个珍贵的 演唱会视频 网友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98到99年 香港演唱会王菲的专场 还有邓丽君1976年的演唱会 香港四大天王的演唱会 等等这些非常珍贵的时代影像 都在平台上 有非常明显的专区发分 这些演唱会的视频时长 动辄都是在数个小时 不同于一般碎片化的 演唱会片段 满足对于港乐 有极深情怀的年长乐迷的需求 此外对于Z世代的用户来讲 平台的演唱会视频等资源 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 与增长见识的机会 无独有偶 另一边 网易云音乐 最近也在推出叫做 青春重制计划 Part 3 其中像 道带颠起脚尖爱 只对你有感觉 这些不少的经典影视剧配乐 也是大众很熟悉的音乐回忆 网易云音乐 在此前就已经上线了 怀旧专区歌单 以歌曲的形式 回忆相关聚集 以谋首老歌为话题 在云村的互动下 氛围加持下 满足乐迷 对于经典的追忆需求 经典歌曲在平台的热度 意志都很高 尤其是乐与怀旧歌曲 最高播放量将近6000万 台剧怀旧歌单 也是最高播放量 达到了3000多万 针对怀旧的主题 短视频平台 最近也都分别 推出过相关的活动 好比说像西瓜视频 他都推出了 纪念张国荣 逝世17周年的线上影展 自制艺术海报 快手则是在4月中旬 邀请铜锣湾兄弟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和钱佳乐 曾志伟等等 这些人 他们一起在直播间 来进行一个云剧集 最后有一首老歌 可能大家很熟悉 就是《友情岁月》的合唱 引发了港片爱好者的 强烈共鸣 可以看到 在当下 无论音乐还是短视频平台 打情怀牌 依然是有很强的一个 吸引力的 并且也是吸引流量的力气 而不可忽视的是 从港台到海外 平台上演的 怀旧歌曲的这种 版权之阵 众所周知 谭永林 陈慧贤 四大天王 张国仁 王妃 等等这些天王天后 他们共同组成了 上个世纪 香港乐坛的辉煌时期 此外得益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电影的繁荣 也让诸多港片里的 原声乐 成为人们 津津乐道的经典 随着香港电影的落寞 港乐开始逐渐衰退 跨世纪以后 这种绝对的 这种趋势就更加的明显 香港音乐年产量 每况愈下 跌幅超过一半 而与此同时 则是内地音乐的崛起 而台湾音乐 也在千禧年间 席卷了大陆市场 那如果说 上世纪末的港片 是七零后八零后的 童年回忆 那么对于90后 Z时代来讲 童年回忆 则是风靡 整个零零年代的 台湾演情偶像剧 我们粗略地看一下 台剧的影响力 延续近十年 从大概04年到13年 这十年之间 大陆平均每一年 引进台湾电视剧是 16.3部 占所有引进剧的 19.7% 比如说像大家 众所周知的 流星花园 流星雨 恶魔在身边 暧昧 到后来非常火爆的 我可能不会爱你 踮起脚尖爱 音乐主题多 与爱情 还有这个青春相关 在当时整个音乐行业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某种程度 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雏形 甚至成为部分 年轻受众的音乐启蒙 但是到了十年之后 台剧的影响力 也逐渐衰落 直到今天台 直到今年这个台剧 《想见你的火爆》 重新带火了剧中 500的老歌 《拉斯丹斯》 以及《想见你 想见你 想见你》 相关歌曲主创 与演员还被TME Live 邀请作为直播演唱会嘉宾 热度之大 也是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虽然香港乐团被公认 已经是巅峰已过 但港乐作为经典 一直是如今音乐流媒体平台 发力的重点 其中演唱会 经典影视剧 OST作为大多数人的 童年青春回忆 更是成为了各大音乐平台 贩卖版权的源头 不久前 网易云音乐宣布 与香港的滚石唱片 达成版权合作 QQ音乐也有滚石唱片 旗下的歌曲储备 此外海外经典作品 OST以及本土歌手 经典作品等 作为重要的音乐类型 也都在音乐平台的 争夺范围之内 QQ音乐与日本的 Being音乐厂牌 在前不久 达成了一个版权合作 后者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 销量最高的唱片公司 拥有像摇滚乐队Beats 还有仓木蚂蚁 还有Zard 以及大黑魔忌 等等一众 日本知名歌手的音乐作品 以及包括像 名震荡柯南 灌篮高手 中华小当家 等等这些 多部经典动漫的原声曲 网易云音乐 则是与日本吉普利工作室 达成了合作 因为后者拥有 包括像龙猫 千蚁千寻 哈尔的移动城堡 等等 大众耳熟能详的 音乐作品的 OST版权 那以上歌曲都承载了部分 或者说大部分用户的 青春回忆 他们的情怀 还有情感价值 也都是非常深刻 而后疫情时代 怀旧之分 倒是为何袭来呢 在今年疫情期间 香港第一代歌神 许冠杰就举办了一场 没有现场观众的 线上演唱会 叫做2020同州共计 自弹自唱 《狮子山下》等 多首经典乐曲 乐语老歌 在线平台观看的人数 是超过了250万 歌神动情的演唱 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而此外 Lady Gaga发起 One World Gather at Home 全球免费慈善音乐会上 香港乐坛天王张学友 和陈奕迅等 作为表演嘉宾出现 在最近 国内看见未来的 一眼活动中 也不乏李克勤 香港歌手这些 著名的人士的身影 后应期时代 怀旧之风的兴起 也不难理解 而香港音乐 作为经过岁月 锤炼之下的经典 一方面在精神上 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典型的就像 《沧海一声笑》 《狮子山下》等 经典乐语歌曲 作为精神力量 在鼓舞当下 受疫情影响的香港人民 另一方面 港乐具有 跨时代的号召力 港台音乐的受众 从70号到00后 涉猎非常广泛 如今的流媒体平台 覆盖的受众群体 也跟他们非常吻合 所以像港乐所表达出的 这种家国情怀 江湖义气 人情冷暖 文化归属等情感 也更容易 让乐迷们回味其中 并且沉浸久久 不愿走开 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跟大家 聊到这里了 无论是音乐如何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 我想音乐 可能都会是大家 不可缺少的一位 调剂生活的 好的调剂品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再会